刘备161年到223年 自玄德三国时期蜀汉的开国皇帝 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尊宠的人物之一 他出生于佩国桥金安徽伯州市乔城区 家境贫寒 但勤奋好学 机智聪颖 善于交际 他的一生经历了风风雨雨 但最终成功成为蜀汉的开国皇帝 早年生活 刘备的家族曾经是佩国的有钱人家 但他的父亲在他年幼的时候去世 家境从此遗落千丈 刘备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学问的兴趣 常常向邻居借书阅读 他也经常帮助邻里做些小事 所以很受人们的喜欢和尊重 他的母亲看到儿子这么有出息 就让他到当地的一所私塾上学 后来刘备考取了进士 但由于那时正着黑暗 刘备没有得到官职 只得在家乡做了一个小官 他在这个职位上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 很快就升迁到了一个更高的职位 与张飞和关羽结议 刘备年轻时结识了两个和他一样有志向的人 张飞和关羽 三人在桃园结议 誓言要共同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 刘备和张飞是同乡 他们从小就认识 关羽则是在战乱中认识的 三人很快成为了好友 后来他们一起参加了董卓讨伐战 但由于董卓的势力太大 他们被迫分离 孙策下属 之后刘备前往江东投奔孙策 成为了孙策的下属 孙策很欣赏刘备的才干 对他很信任 刘备也深受孙策的教诲 学到了很多左人和治国的道理 但是不久之后孙策在攻打伊陵时遇刺身亡 刘备只得回到故乡 黄金起义 在回到故乡后 刘备得知当时天下十分动荡 黄金起义正在进行中 他决定带领一支义军前往各地 招募指同道合的人 一起加入抗击黄金军的行列 在招兵买马的过程中 刘备遇到了他的另外两位著名将领 张飞和关羽 这是后来著名的桃源三结义的由来 刘备在抗击黄金军的过程中 表现出了出色的领导才能和战斗力 他建立了自己的军队 成为了一支强大的力量 他还得到了名将陶谦的赏识 成为了陶谦的部下 在与黄金军的战斗中 刘备表现出了他的勇气和军事才能 他赢得了许多人的信任和尊重 展董卓 刘备后来加入了曹操的军队 成为了曹操的部下 曹操和刘备成为了好友 曹操非常尊重刘备的才华和人体 不久之后 曹操成为了中原的一方霸主 他开始崛起 但是当时的政治局势非常动荡 各种军阀纷争 董卓成为了权倾朝野的最强者 董卓的残暴和独裁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刘备和曹操一起计划推翻董卓的统治 刘备 曹操和其他军阀组成了联军 向董卓的势力发动了进攻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 他们终于在长安击败了董卓 在战斗中 刘备表现出了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勇气 他向曹操推荐了关羽和张飞 曹操听从了他的建议 这次胜利让刘备成为了中原的一方势力之一 三顾茅庐 随后曹操和刘备的关系开始恶化 刘备离开了曹操的军队 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在他的征战过程中 他经常受到各方人士的帮助 逐渐积累了自己的一批忠实的支持者 他也曾多次寻求加入其他军阀的队伍 但最终都没有成功 有一次刘备来到了荆州 拜访了当地的一位名士诸葛亮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 诸葛亮对刘备的才华和品德非常钦佩 但是他并不想加入刘备的军队 在经过三次拜访之后 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坚定和惩治所打动 决定加入刘备的军队 这也是著名的三贡茅庐的故事 刘备和诸葛亮一起发展了自己的军队 并且不断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他们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战斗和征战 期间遇到了许多的挫折和困难 但是刘备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坚定和毅力 不断地努力和奋斗 建立蜀汉 最终刘备成功地夺取了一州 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这就是蜀汉 在蜀汉时期 刘备通过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 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 刘备的才华和品德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他重用人才 以诸葛亮为首的智囊团 为他出谋划策 他尊重民意 注重人民的福祉 被人们称为忍者君子 但是刘备也遭遇了不少的挫折和困难 他曾多次率领军队北伐 试图夺取中原 但都以失败告终 在战争中 他失去了许多亲人和部下 他自己也多次受伤 但是 刘备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信念和决心 继续努力奋斗 去世与传承 最终 刘备在蜀汉时期去世了 享年六十三岁 他的死让许多人非常悲痛 他的儿子刘善继承了他的政权 但很快就被权臣所掌控 刘备一生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 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他在政治 军事和文化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 刘备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魅力 他的故事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也成为了文艺作品和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形象 他的形象在小说三国演绎中被塑造得更加鲜明和传奇 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刘备的一生也教给我们许多的道理 他的坚定信念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注重人民的福祉 重用人才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 他在战争中不懈努力 不惧失败 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时需要学习的态度 总之 刘备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魅力 他的故事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他的一生是一个充满梦想 奋斗和坚持的传奇 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好 好